Hello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娛樂版 今天是2022年1月18日 星期二 其實今天的心情真的不太好 因為剛剛下午聽到一則令人難過的消息 就是早幾天銅鑼灣的女店員 確診了Delta病毒的女店員 暫時一直都是源頭不命 今天衛生署的記者會就說 懷疑和進口的小動物可能有關 我自己就沒有時間詳細了解這一段消息 不過可能我自己也很喜歡小動物 也有養小動物 聽到這些消息也覺得很難過 因為衛生署的記者會就說 這間店鋪的小動物包括分店 還有大埔倉庫裡的動物都要全部人道毀滅 好像說遺數成千隻至二千隻 嘩大哥 幾千條生命 記得當時台灣 截了一架走私的船 上面發現了三十幾隻名種貓 當局很果斷地把這三十幾隻名種貓 人道毀滅了 其實當時已經覺得 動物真的很可憐 牠們很無辜 就被我們人類主宰了牠的生命 嘩 這次還要說是一二千隻 那個畫面我真的想像都不敢想像 多謝大家聽我發了一陣勞騷 其實突然間有敢移發 跟娛樂新聞就沒什麼關係 我也要盡回我的責任報回今天的娛樂新聞 現年已經46歲的萬人迷 碧咸 她的拉女 即最小的女女 哈七 原來不經不覺已經十歲大了 散發出震震的少女味 你們都知道 鬼妹仔一向早熟一點 碧咸對寶貝女尤其痛愛 不時就在社交平台分享她們婦女的日照 更不止一次 post出她和女女嘴對嘴的親愛的照片 真的從小到大 然而 隨著女女一天一天長大 近年她每次 post的嘴對嘴的婦女相 都會惹起不少爭議 日前碧咸就在IG那裡大曬 她和十歲的女女哈七在外面散步 和父女嘴對嘴的溫馨相 又再次引起網民熱烈的討論 當然啦 一定是有人覺得OK 有人就覺得不OK 我們看看網民們的反應 覺得不OK的就是這樣說 她說 因為女兒都大了 認為她這個年紀還疼女兒的嘴嘴是完全錯誤的 可能那些人的道德本身比較嚴謹的看法 更加牽引一陣馬戰 有網民就這樣留言 不要再說女女是爸爸的前世情人了 這個想法很噁心 她說 她已經是個大個女兒了 你作為爸爸要停止疼她的嘴嘴 有些比較溫和的就說 嗯 親吻女女的嘴好像不太好 還有 感覺好像有點不對勁 停止親吻 這樣很奇怪的 當然啦 很多東西都不會得一方面的意見 另一邊的箱就是這樣 就說 嗯 好溫馨呀 滿滿的父愛 其實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哎呀 哈七真是幸運 你有個那麼疼她的爸爸 然後有些人就說 其實他們是婦女來的嘛 都不明白那些人怎麼想的 我只是見到婦女情深而已 其實呢 當時人碧咸一直都有回應過的了 之前 她說 其實她一直都是這樣疼自己的子女的 強調這個是愛的表現而已 她對每個子女都會嘴對嘴 當小朋友過了18歲 她就不會的了 其實就這個話題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比較爭議性強的話題來的 那當然啦 你說 其實有些人可能 可能有時候中國人的觀念比較傳統一些 或者我們跟爸爸的 未必會真的去到那麼close 沒有外國人那麼熱情的 那會覺得好像有點尷尬 但是也都難保有些人 鬼佬思想一點 開放一點的 他們覺得其實本來他們都經常抱抱抱抱的 那些鬼佬 見過陌生人都會抱抱抱抱你 那其實爸爸和小朋友 這樣愛的表現 其實又不是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所以每一個人 其實不會對婦女 我覺得他們有權決定自己怎麼做 不需要理其他人的意見 喂 女女肯 覺得OK喔 爸爸這樣疼我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不覺得尷尬 不會覺得難為情 其實就OK囉 那有些人當然會覺得 不要這樣和爸爸那麼close 很難為情的 其實這些都是純粹個人的意願 我覺得 當然啦 這個世界存在很多變態的老爸 那些搞自個女兒那些人 那些人 那其實那些說真的 都是極少數的一群 就不能夠因為 看過極少數一群的看法 就加到其他正常的婦女上面 那我覺得這樣也有點不公平 也不需要像碧涵一樣 說到18歲就不疼的了 不用啦 我覺得定的界線就是 喂 當小朋友 或者小朋友都覺得尷尬了 他自然就會不疼的 那爸爸不會強行抓住他疼的 除非那個爸爸 難道會抓住他疼的 那當然不行啦 但如果小朋友都覺得 哎呀大個女兒不疼 那就不疼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他兩父女之間的共識 是嗎 跟其他人無關的 喂 你叫我現在去親我老爸一口 即親臉我都覺得好像有點唐突啦 所以呢 還有我會覺得 哎呀到時有男朋友親就 爸爸親就不要啦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個人小小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你們又怎樣看呢 之後想說的這宗娛樂新聞都挺有趣的 Ronal鄭忠基他不時都會在Facebook那裡 Poll 邀請他的網友 分享各種奇怪的經歷 之前他就在個人頻道那裡 拍片分享網民說 一人一個工人姐姐之匪夷所思 當然啦 很多人都會說 我工人好大頭蝦的 經常說的東西都不記得的 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例子 那鄭忠基就分享他自己個人的經歷了 他透露曾提醒工人姐姐 不要穿得太過清涼的見癮 但是大約兩個星期之後 工人姐姐就會不記得了 他還說 通常過兩個星期之後 就會好像第一天上班一樣 又穿條短褲仔出來 好啦 重點就不是在工人姐姐穿得那麼性感的上面 而整件事的重點就是 鄭忠基他分享到工人姐姐 穿短褲那個原因 容許我先買一下關子 讓我由頭開始講氣 鄭忠基他就說 沒多久之前 他就聘請了工人姐姐 他提到第一次見工人姐姐的時候 他穿著一條超級短褲是人的 嘩 Ronald那一刻就覺得非常驚嚇 他還在影片裡說 形容一下褲是短成怎樣 短得很離譜的 短到真的剛剛遮著屁股的位置 那個臭鬼還形容他說 好像打排球穿那些 但他的身形就不是打排球那些 他形容他是豪華團的 而且當時是冬天來的 Ronald就去問問工人姐姐 為何你會穿條這麼短的褲 姐姐再回答 因為以前阿Sir很喜歡我穿短褲的 哈哈哈哈 大家的心有沒有邪了一邪 鄭忠基也有了當然 他就說其實未發生這個短褲事件的時候 他曾經有問過工人 你以前的僱主對你的評價是怎樣的 工人姐姐當時是這樣回答 都不錯的啊 阿Sir很喜歡我的 但當時鄭忠基打算打給工人姐姐的前僱主 問一下他的評價 工人姐姐當時就這樣跟Ronald說 你只是可以打給阿Sir 叫阿Sir 不要叫阿Mum 因為阿Mum好贈我 呃呃 那大家明白了嗎 難怪真的 阿Sir很喜歡你穿短褲 那當然會贈 怎麼搞啊 愛阿Mum都趕你出門口 不過想想 工人姐姐有多老實 他真的這樣說給你聽 看來Ronald真的要跟工人姐姐說 No啦 No need啦 我不喜歡你穿短褲的 免得你冷 冷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早幾天我都有說過一篇娛樂新聞 說 因為ViuTV的女團Color日前出道 有排山倒開式的宣傳 結果引來一些MIRROR的粉絲非常不滿 就是IG用洗版式的方法 就和經理人花姐作出投訴 說公司發了一些偶像 尤其是對MIRROR官方的IG小編非常不滿 認為這位小編不夠勤力 很少update偶像的情況 花姐被人洗完版之後 都有馬上回應 回應了她的投訴 就說會改進 而小編也似乎有所行動 表現得非常積極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17日 每天MIRROR四子姜濤 Ian Edan 和Stanley 出席劇集 季前賽的記者會的時候 MIRROR的IG小編 就在限時動態發文 叫鏡粉自己留意Facebook直播和相關的報道 咦? 本來我這樣看都好像挺好啊 你說她不update也挺積極啊 哎呀 之前洗版和花姐投訴那個帳號 就公開了一個 她和MIRROR的IG小編 DM互串的對話截圖出來 首先 那個鏡粉就不滿意小編 叫她們自己留意 這個季前賽的記者會 還說小編 有需要按X嗎? 她是真的打個X字 還說很想念去年那位Summer Intern 小編也很快地回覆了她 就說 表示她不知道X字是怎樣 不知道她的X字想解釋些什麼 又不知道鏡粉所提及的Summer Intern是哪位 那個鏡粉隨即跟她說 你參考一下去年的動態和怎樣吸引Follower 小編立刻留言說 建議如果喜歡看舊的資訊 你記得CAP它隨時回味 再加兩個笑笑的emoji作為回應 那態度確是有少少輕挑的 講明鏡粉更加說她 不希望這位小編造臭她偶像的多 誰知就因為這句辣著了小編 令她連環炮轟 記者會的作用 是對外界發佈資訊 如果你只是想我在這個page看到有的資訊 那我可以跟公司反映一下 MIRROR就不用出席活動了 只需要在IG發佈就可以了 那就合理心意了 你又想知道活動的資訊 又想見MIRROR 報道之後又將我們原原本本的報道再報道一次 這樣就最合理心意嗎 你們的訴求又想見到他們出席活動 又想要報道 又要他們休息 但又不想他們完全消失 又要作業多的時間去練習排舞 我們都只能夠跟著大家這些去做 只是為自己的私慾和所謂滿足的訴求 我不見得你這樣去為他們好 所謂身心健康 加油 這個世界是需要互相體諒的 那麼不少鏡粉都認為這個小編的態度是惡劣 這件事曝光之後 花姐隨即在IG的限時動態 就代小編和鏡粉報道歉 小編其實是很想做得更好 以後會注意多些她的表達方式 雖然是這樣 她的回覆都是不恰當的 小編的錯都是我的責任 我代她和大家道歉 我們會再做好些 歌和IG 令大家了解多點MIRROR 都對的 其實真的有時 大家都要互相體諒一下 小編說了會改 大家就給他一些空間 不過小編這樣發脾氣 都不是那麼好的 就算她說的東西是對 有道理也好 都不是太應該用這個態度去說的 OK 這回合打和 各打五十大板 我們再講講另一件事 講講關於CJ的文化 MIRROR的經理人花姐 在17號那天在社交平台 很罕有地呼籲 希望粉絲可以尊重藝人的私人空間 她說 那就是大家喜愛舞台上的MIRROR 在舞台下 其實她和我們都一樣 需要有私人空間好好休息 才能夠創作更多更好的作品給大家 在互相尊重下 大家就不要再私追了 好巧合地 其實MIRROR成員姜濤 都希望家人有個更寧靜的生活環境 就選擇搬屋一個人住 不過 當然瞬間就被人起到底 即是知道她新住所在哪 姜濤之後 亦都主動在社交平台開箱說 說真的 可不可以給私人空間我 其實這種極端的CJ文化 一直都有流傳 最明顯那一次就是 去年 調教你MIRROR去到梅羅拍的時候 大批粉絲聞風而止 影響到附近的店鋪和拍攝 十二指一字排開圈粉絲離開 當時還有些很極端的粉絲 就這樣說 很遠地說 姜濤捧得紅你 亦都可以踩下你 不知道一時二氣用事 正點 無論如何 真的 如果你真心疼自己偶像 你都不希望她覺得 情緒受到困擾 覺得不開心 因為這件事沒有衝突 我覺得一個偶像最寶貴的資產 是她的粉絲 而粉絲亦都很愛戴她的偶像 所以應該給大家偶像空間 因為你都疼她的 你都痛心她的 你都不想她弄到 情緒有問題的 是不是 本身做一個藝人 已經要 什麼都面對公眾 都很有壓力的了 如果連少少私隱空間都不給她的話 真正愛她的人 怎麼捨得呢 心都痛了 好啦各位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來到這裡 因為我也很心急 我昨天拿了一隻MIRROR的演唱會碟 即是藍光的演唱會碟 我是第一批有拿到貨的人 很開心 我現在趕快要去看 忍不住了 拜拜